当英国政府绞尽脑汁要让国民待在家里 一个印尼村庄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 找鬼来帮忙 根据BBC报道 印尼一个村庄开始招募义工 扮鬼来说服人们 遵守社交距离的规范 对抗新冠病毒 这个在印尼爪哇的村庄 上个月开始在晚间部署 床单鬼来巡逻 为什么要找鬼来帮忙呢 好吧 因为在印尼的民间传说中 据说被称为 波虫的幽灵 代表死者被困住的灵魂 据路透社工作人员 远道而来观看这些义工的行为 他们感到波虫 实际上起了反作用 因为人们会跑出来偷看他们 尽管如此 当地人表示随着新的困扰持续增加 人们遵守社交距离的问题已经有所改善 一位居民告诉路透社 自从波虫出现以来 家长和孩子们就没有再离开过家 晚上祈祷后 人们不再聚集或逗留街头 尽管有些奇怪 但这并不是全世界 对提高认识此疾病危险的唯一反常措施 例如在印度 警察已采取佩戴防毒面具巡逻 来引起人们对疫情爆发危机的关注 所以问你一个问题 人们到底要打扮成什么 才能让你待在家里呢 大声说出你的恐惧吧